地球的质量约为5.965乘以10的24次方公斤 也就是差不多60万亿亿吨的水平 而太阳嘛就更了不得了 质量达到了1.989乘以10的30次方公斤 是地球质量的30万倍 哎,它们那么重究竟是怎么称出来的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天温尺度下该怎么称东西 当初潮冲称相的时候呢 没有体积那么大质量那么好的称 所以就只能找到船和石头坐于中间上 来间接的得到大象的重量 都知道中间上肯定是要吃差价的 所以有一部分重量肯定是被吃掉了 而今天尽管还是没有体积大到 能够把地球放上去的称 但好质量的称已经有了 所以为地球称重的第一步呢 就是出门买一把你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称 然后爬上三楼双手一放 让它自由下落 记下两个关键数据 下落高度和下落时间 好了,外勤工作就算是结束了 现在就可以回到桌子上做计算题了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公式 告诉我们下落高度等于 二分之一重力加速度 乘以下落时间的平方 即h等于二分之一gt平方 你看,刚才下落高度和下落时间 都让你给测出来了 所以就能够计算出 你所在地的重力加速度 是2h除以t平方了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这个数字应该是9.8 单位是米每秒平方 哎,你早说啊 原来买个质量好的人秤 就是为了摔出一个重力加速度 谁不知道它在地球上就是9.8呢 好吧,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当然,那个公式可是正确的 并且重力加速度确实 也是需要用在计算地球的质量上的 对了,地球质量不是乘出来的 而是计算出来的 用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 F等于G乘以M1乘M2除以R平方 这里面的F呢 是两个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引力大小 G是万有引力常数 M1和M2分别是两个物体的质量 R则是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 如果我们把M1定义为地球 M2定义为一个放在地面上的 重1公斤的小球的话 就能够很简单地算出地球的质量了 因为F就等于9.8 不过在这里 它的单位变成了牛每千克 G万有引力常数 这个在牛顿时代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100多年后 英国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许 用他那天才般的扭秤实验 得出了非常精确的结果 6.754乘以10的负11次方 牛米平方每千克平方 相当相当相当的微小 否则现代社会也就不存在单身问题了 然后R在这里其实就是地球的半径 这个嘛早在古希腊时代呢 就被人们所了解了 一点也不神秘 只不过今天的数据更加准确而已 平均起来呢就是637万1千米 所以M1等于9.82平方除以计 算下来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数值了 5.965乘以10的24次方公斤 好了地球的质量 我们已经是知道怎么来的了 那太阳的质量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算出来的吗 我们来看看啊 万有引力常数 有了太阳的半径 通过观察呢 我们也有了 大约是6亿9千6百万米 重力加速度呢 万有引力公式可以算出来啊 但需要先知道它的质量是多少 这不就是矛盾了吗 想要算质量呢 就要先知道它的重力 而想要知道重力呢 则需要先知道质量 绕了一个圈子 两个都说不关我的事 那关谁的事啊 关开普勒的事啊 想要计算出太阳的质量 必须要再加入开普勒公式才行 好了公式如下啊 其中M1还是地球的质量 M2是太阳的质量 π是圆周率 G是万有引力常数 R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间距 也就是地球的轨道半径 π是地球绕行太阳的轨道周期 所以一通计算之后呢 我们就有了一开始那骇人的太阳质量了 1.989乘以10的30次方公斤 占据了整个太阳系总质量的99.8% 所以你看我们完全就可以把公式里面的M1 地球质量给忽略掉了嘛 它简直太没有存在感了 实际上在我们对太阳系里面 其他天体进行质量计算师就是这么干的 比方说木星的质量怎么来的 就是通过观测木卫1 I的轨道半径和轨道周期 然后把它们带入上面的公式里面计算出来的 当然其中I的质量直接就被忽略了 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不仅可以计算出太阳系内各个天体的质量 也可以计算出太阳系外一些天体的质量 只要是能够看到并测量绕行它的小天体的相关数据就可以了 另外相互围绕着彼此旋转的双星系统的质量 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 当然由于两个都是恒星 所以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它俩加起来的质量 而不是忽略了某个剩下了某个的质量了 好了说到这儿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那些既遥远到我们完全观测不到任何绕行它的行星 又不是一个双星系统的恒星 是怎么知道它们的质量的呢 原来是通过它们的光度来判断的 因为每一颗恒星由于质量和所处的阶段不同 所发出来的光的颜色是不同的 从蓝色到红色 这个通过望远镜能够非常容易的观察到 而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每一种温度 每一种温度又对应着每一种光度 拿观测到的某颗恒星的光度跟太阳的光度相比较 就能够得出这颗恒星的质量大小了 公式是这样的 恒星光度比太阳光度等于恒星质量比太阳质量的3.5次方 你听明白了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